星期音乐 老师人身喔会稍微再大一点点 老师人身会稍微再大一点就是 哈哈哈哈 他的歌是有个超大声 我要离开 最后的世界会在风中潇洒 周深新饭要来咯 周深加盟由央广总台精心打造的2023太湖美音乐会 近期将在档口古镇录制并于9月正式推出 节目以太湖美为主题 描绘附有江南亚运的太湖美景新画卷 周深将重新演绎太湖美这么经典的老歌 肯定会有不一样的风格 太期待了 没有想到周深这么温柔也会混上爱情刺客的称号 对此在专访中他还专门做了回应 警告大家对他好一点 不然一开口就把主角送走了 爱情刺客的称号有要辩解的吗 嗯 就各位演员竟然就是 对我客气点吧 免得我在你的剧里把你唱呆 哈哈哈哈哈哈 对不起 没有我也有甜的歌 周深的回应中可爱带着霸气 说完狠话秒怂是怎么回事 看来周深也知道自己的歌有多苦了 一般的主演真扛不住啊 下面一起来看看他都唱了哪些古装剧的OST吧 第一首《梅香如故》 这首歌是如意传的片尾曲 发行于2018年 由周深和毛不易共同演唱 这两位可都不是善茶 周深的歌声大气唯美 毛不易的低沉深情 两人的声线合在一起 唱出了如丝如缕的爱情纠葛 第二首《愿得一人心》 这首歌是《鹤立华亭》的主题曲 发行于2019年 主演是李依彤和罗靖 剧情节奏紧张 没有为了狗血而狗血 品质极高全谋剧 这一部剧的主题曲一听就不好唱 但是对于周深来说全都不在话下 第三首《简》 这首歌是长歌型的片尾曲 这句汇聚了四大鼎流热度非常高 但是口碑却一般 由迪丽热巴 吴磊 刘宇宁和赵露丝 都有精彩演绎 但是周深演唱的片尾曲更让人密信 这就是被上帝吻过的声音吧 这首歌是这部剧里很重要的一首情歌 也是咱们的片尾曲 那个时候制片人和导演包括我自己 都不约而同的希望让周深来演唱 可见周深的Vocal在我们国内 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所以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 就是完全按照周深的风格和声音 去量身定做的 但又稍稍增加了一点难度 把音域做得更宽一点 稍微让他觉得有一点点挑战 我自己觉得唱 是我录过最OST的一首OST歌 我觉得就这首歌就画面感很强 我相信听到的时候 大家哪怕只是听到这首歌 一定也会有很大的一个画面感 我在棚里跟他配唱的时候 也是一边写一边录这样 一点一点的录出来的 但其实效果是很好的 特别好 OK了 就是很开心能够跟大周老师合作 来 杨小金啊 其实有时候一些乐器我是比较喜欢 第四首《已无旁骛之吻》 这首歌是胡朱夫人的片尾曲 虽然主演是杨幂和陈伟霆 但这剧毫无疑问是扑了 烂剧出神曲 周深的歌声娓娓道来 讲述了一个奇美的故事 周深唱的古装剧OST 大部分都逼异了 但是他说自己也唱过小田歌 比如这首《要一起》 这首歌是电视剧《锦心似玉》的主题曲 男女主全程轻轻抱抱举高高 是周深唱过的少有的小田歌了 这个转音多到比山路十八弯还要多一弯 还得是周深呢 虽然一直这么优秀努力 但是周深始终保持着谦卑的态度 这样的歌手会走得更远 好了 你知道周深的哪些OST呢 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可以 你们学点正常的动静吧 哈哈哈哈 你嗓子也很好你去看 大家其实可以现在可以稍微秀 可以放松一下 我听那个威姐说你自己下为甜蜜蜜编了一段 Rap 你要不要给大家讲戏一下 我没有编rap 威姐说你有 没有 闹了 甜甜甜 好 停 不是rap 就是说我会觉得就是 我们这舞台还有点很难的 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完全没有任何提词器 对 然后唱跳歌手 也是不能看提词器 所以我就说 马轮筒 就是根据甜蜜蜜那个歌词就是 我要注意我的key 还要注意呼吸 你却不给我提词器 安全名额更新 恭喜本轮舞台推荐人 与最终胜负结果一致 耶 太棒了 来我们所有人一起比心 耶 心心相应了我们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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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